这是Johnny 他是个孤儿 无家可归 他是个很典型的美国男孩子 但事情并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 美国曾是驱动世界经济的首都 但一切都改变了 海岸线升高 淹没了美国的沿海城市 数百万人无家可归 成为气候难民 在饥饿和绝望中 他们发现美国曾经肥沃的中心地带 早已化为灰烬 如今像Johnny这样的孩子 几天都没有食物和干净的水源 每月仅一百元 你就可以帮助像Johnny这样的孩子 摆脱贫困的生活 像我们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 不应该奉献出我们的一份力吗